我们认为说 尤其是评论性节目 就是政论性节目 不应该成为为广法27条第三项第四款 所谓违反事实查证原则应该裁罚的对象 如果我们看27条第二项 它是规定说 自播新闻及评论 应注意事实查证及公平原则 这个是第二项 而第三项呢 的第四款是说 自播新闻违反事实查证原则 自损公共利益 要依照这个魏光法53条第二款来裁罚 为什么同一次立法的条文 而且一个在第二项跟第三项 第二项写自播新闻及评论 第三项只有写自播新闻 理由很简单 因为主动的自播新闻 跟政论性节目主持人 听取来宾陈述事实之后 加以评论 那个事实的场景跟状态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立法者是有意区隔来处理 当然可能会有人问说 难道制作 自播政论性节目的前提事实 就可以不正确吗 但也人并没有这样说 可是立法者已经有意区别 他的一个处理方式 请主管机关还是应该要体认 当时立法者有意区别的一个用意 第三项只有讲自播新闻 因此我们认为21件里面其中7件的评论性节目 实际上根本不应该用围板27条第4款来采罚 不管它是属于政治性质或是非政治性质的 我上次判住的概念 我们下来采网 我开始不修理 在重新的主义的资格上 不修理 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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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理